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宣称在一场法律战中取得了大胜利 这场诉讼涉及ABC新闻和其主播乔治 斯特凡诺普洛斯对他做出的诽谤指控 联邦法官驳回了ABC新闻试图撤销此诽谤诉讼的动议 允许案件继续进行 这一裁决意味着特朗普可以继续指控ABC新闻 在报道中对他的不实指控 并进一步在2024年的总统竞选中利用这一事件抨击媒体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则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事件 该事件涉及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与ABC新闻及其主播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之间的法律纠纷 这一事件不仅在法律界掀起波澜 更在公众舆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 首先 我们来看看这篇报道的来源 此报道来自独立报 这是一家已提供无偏见 基于事实的新闻报道而著称的媒体 该机构致力于追究权力责任并揭露真相 始终保持高度的新闻道德标准 事件的核心是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对ABC新闻和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提起了诽谤诉讼 指控他们在一档节目中发表了明显且可证明的虚假言论 具体来说 斯特凡诺普洛斯在今年三月的一次采访中 称特朗普被判定对强奸负有责任 这番话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因为陪审团只是判定特朗普性侵了作家易珍卡罗尔 但并未在技术意义上认定他犯有强奸罪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纠纷 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背景 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在1990年代对他进行了性侵犯 并在2019年对他提起了民事诉讼 陪审团最终判定特朗普对他进行了性虐待 但并未认定他犯有强奸罪 这是因为纽约的法律对强奸的定义非常狭窄 仅止阴京插入 而陪审团认为特朗普是进行了其他形式的性侵 然而特朗普对这一判决不满 提出上诉 今年3月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在采访南西梅斯时 这一梅斯为何仍然支持特朗普 并在节目中多次提到陪审团 判定特朗普对强奸负有责任 特朗普的律师认为 这一言论是诽谤 因为他歪曲了事实 佛罗里达州联邦法官塞西利亚阿尔托纳加 驳回了ABC新闻试图撤销该案件的动议 他认为合理的陪审团 可能会将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言论解读位 具诽谤性 因此案件应继续进行 他还指出 ABC新闻所提的公平报道特权 并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因为报道的内容具有误导性 这一裁决对特朗普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胜利 他在Truth Social上对此表示欢呼 并再次抨击假新闻媒体 然而 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一次法律胜利 更加深了公众对媒体报道真实性的质疑 从多个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 从法律角度 诽谤诉讼在美国尤其是涉及公众人物的案件中 通常需要满足很高的标准 这种标准不仅要求证明言论虚假 还要求证明言论发表者存在恶意 而在这一案件中 法官认为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言论可能具误导性 这使得案件有继续进行的理由 其次 从媒体伦理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揭示了媒体在报道法律程序时应当小心谨慎 媒体在描述涉及公众人物的法律案件时 必须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尤其是在涉及严重指控的情况下 省略重要背景信息可能导致公众误解 从而损害报道对象的声誉 另外 从政治角度来看 特朗普此举无疑是他竞选策略的一部分 通过起诉媒体 他不仅可以继续打击他认为对其存在偏见的新闻机构 还能借此机会巩固他的支持者基础 强调自己是被不公平对待的一方 这种策略在他过去的政治生涯中 多次奏效 通过挑起与媒体的对抗 他成功转移了公众对其他问题的注意力 从公众反应来看 这一事件再次激发了对媒体信任危机的讨论 近年来 随着假新闻和误导性报道的增加 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显著下降 这一案件不仅让人们对媒体的报道准确性产生质疑 也促使更多人思考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然而 我们也不能忽视媒体在揭露真相追究责任方面的作用 尽管存在误导性报道的风险 但媒体追踪和报道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 对于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至关重要 在这一案件中 尽管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言论被认为可能误导 但他质疑特朗普支持者对其支持的合理性 这本身是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的体现 总结来说 特朗普与ABC新闻的法律纠纷不仅是一起 普通的诽谤案件 它凸显了法律 媒体伦理和政治策略之间的复杂互动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这一案件都将对未来媒体如何报道 法律案件以及公众如何看待新闻报道 产生深远影响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对这一事件的进一步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在一项涉及ABC新闻及其主播 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 的诽谤诉讼中取得了法律胜利 此诉讼源于斯特凡诺普洛斯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声称 陪审团认定特朗普 对强奸负有责任 尽管陪审团实际上只是判定 其对性虐待和诽谤负责 背景 事情始于斯特凡诺普洛斯 在今年三月的一次采访中 询问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南希 梅斯 Nancy Mace 为何她依然支持特朗普 尽管 陪审团判定她对强奸负有责任 这一说法指的是意 Jane Carroll对特朗普的性侵和诽谤指控 陪审团判定特朗普对卡罗尔 进行了性虐待和诽谤 但未认定她犯有强奸罪 因为纽约法律对强奸的定义非常狭窄 历史 在相关的民事案件中 卡罗尔指控特朗普 在1990年代对他进行性侵犯 陪审团认定特朗普对他 进行了性虐待和诽谤 但在技术性强奸指控上 未能成立 这一点成为特朗普提起诽谤诉讼的基础 因为他认为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言论 误导了公众 法官塞西利亚 阿尔托纳加 Cecilia Altenaga 驳回了ABC新闻试图撤销此案件的动议 认为合理的陪审团 可能会认定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言论 具有诽谤性 从而允许案件继续进行 法官认为 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言论 并未充分呈现陪审团的实际裁决 可能导致公众误解 数据及影响 这一裁决意味着特朗普的诉讼 可以继续进行 并且可能在未来影响新闻机构 如何报道法律案件 诽谤案中 特别涉及公众人物的诽谤案 需要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 这一案件的进展 将受到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因为它涉及新闻报道的准确性 和媒体的责任 这一案件也体现了 特朗普在媒体报道上的持续争议 以及他在法律战中的策略 过去 特朗普曾对多家媒体 提起为成功的诽谤诉讼 包括对华盛顿邮报 CNN和纽约时报的诉讼 总结 特朗普在针对 ABC新闻和斯特凡诺普洛斯的 诽谤诉讼中 取得了一个法律胜利 这意味着诉讼可以继续进行 此案中 法官认为 合理的陪审团 可能会认定 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言论 具有诽谤性 这一案件在未来 可能对新闻机构报道法律案件的方式 产生广泛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想首先强调 特朗普起诉ABC新闻和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是一个重要的举动 这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人名誉的捍卫 更是对媒体诚信的一次重大考验 这起诉讼的核心问题是 媒体在报道时是否应该保持事实的准确性 而不是随意扭曲或误导公众 法官阿尔托纳加允许案件继续进行 正是因为他认为公平报道特权 不适用于这种严重误导性的报道 这是对媒体责任的一次重要检验 让我们看看媒体是否能真正做到报道真相 哇哦 楚天书 你真是一位媒体正义的捍卫者呀 但让我们现实一点 好吗 这起诉讼不是什么正义与邪恶的对决 而是一场政治闹剧 特朗普这些年对媒体的诉讼败诉率可是有点高啊 他的律师甚至应该考虑开家专门应对媒体的法律事务所了 这起诉讼指不过是他又一次利用法律手段来博眼球 维持他在支持者心中的形象 让我们记住 这位前总统可是连墨西哥会付钱建墙 这种话都能说出口的人 对于他来说 诚信恐怕只是个幽默的词语吧 谢琪琪 我明白你的幽默感 但我们还是回归事实吧 根据法官阿尔托纳加的裁决 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言论可能会误导观众 而这些言论并未包括陪审团的原始裁决 只提及了卡普兰法官的解释 这不仅影响了观众对案件的理解 还可能对特朗普的名誉造成莫大损害 这起诉讼的胜利 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胜利 更是对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的一次强调 媒体应该作为公正的信息提供者 而不是制造混乱的工具 哦 拜托 楚天书 让我们来谈谈特朗普的名誉吧 这位前总统的名誉 已经被他自己毁得七零八落了 从抓住女性某部位的录音 到选举作弊的无根指控 这些不都是他自己亲手写下的一页页辉煌记录吗 至于你说的法官阿尔托纳加 他的裁决确实允许案件继续进行 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真的能赢得这场诉讼 你知道吗 特朗普此前对华盛顿邮报 CNN和纽约时报的诉讼 全部以失败告终 他可真是诽谤诉讼的长盛将军啊 谢琪琪 你的幽默感确实让人捧腹大笑 但我们还是来看看事实吧 这里的重点不在于特朗普的过去 而在于媒体的责任 阿尔托纳加法官明确指出 合理的陪审团可能会认为 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言论是诽谤性的 这意味着媒体在报道这类敏感案件时 必须更加谨慎 这不仅仅是对特朗普个人的公平 也是在保护整个社会对媒体的信任 如果媒体可以随意扭曲事实 那我们还能依赖什么来获取真实的信息 楚天书 我都快被你感动哭了 真是一位媒体捍卫者的典范啊 但是让我们现实点好吗 媒体报道本来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每个记者和编辑都有自己的观点和偏见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故意诽谤谁 特朗普的这起诉讼更多是为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掩盖他在其他法律问题上的困境 譬如他还面临多起刑事诉讼 这些可比这起诽谤暗要严重得多 与其说这是对媒体的检验 倒不如说这是特朗普的一次政治操弄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